近日一场由空军某基地组织航空兵、地空导弹兵、雷达兵、电子对抗兵等多机兵种在我国南部某海域展开联合体系对抗演练 参讯部队围绕海上目标的攻击与防御展开多回合激烈较量全面检验部队海上防空作战能力 演练一开始扮演蓝军空中掩护兵里的国产兼副-11B战机和单副图防突击任务的兼红副-7A战机率先起飞 在空中完成集合后向某海上机场实施图防突击 与此同时扮演红军的雷达和地空导弹分队迅速机动寻找隐蔽阵地 并迅速对空中目标进行快速搜索通过数据链系统传递给红方指挥所和地空导弹部队 对来袭战机进行空中拦截 央视报道截图 注意机场跑到尽头就是茫茫大海 这是南海某个岛叫人工造岛时扩建出的机场 空军雷达兵母旅副旅长渺少海 根据空中的态势我们事先发现 发现之后敌机距离我多远的距离可能面临着打击 在恰当的时机进步丢失目标情况 完成战场机动保持情报的准确连续不间断 在指挥所的引导下 红方战机迅速前出与蓝方掩护兵力展开激烈较量 蓝方剪辑轰炸机则趁机采取低空超低空姿态 在躲过红方战机继续向目标岛屿隐蔽接近 让雷达跟踪一个假目标让导弹偏离既有的攻击目标 从而达到规避的效果 在经过了连续几个回合的激烈较量之后 参讯战机陆续返航 这次体系对抗以基地为单位组织实施 指挥机构更加精简 作战效能也更加高效 空军航空兵母旅副旅长阳军旗 我们这次体系对抗主要是针对我们岛屿 远海和深海方向作战 主要分为空对空空对地 空中有自由空战的对抗 地面有专门针对的岛雷达部队的突击训练 所以整个就是一个合同训练 提高了我们在海上深海作战的一个能力